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若曼的髮型頻道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最新式的韓系男生燙法 在影片開始教學之前 如果還沒訂閱這個頻道 先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教學準備開始 Let's go 好那我們今天來分享的就是男式燙法 男生燙法有分冷燙跟熱燙 那我今天幫他燙的就是熱燙的一種技巧 他主要針對像我們這種 髮際線 兩側M型比較高的 然後還有就是你頂部去容易扁他 兩側容易膨的這種客群 一般我們燙法的話 冷燙燙起來他就會特別的捲 再來如果你今天比較少在抓頭髮 我們單純只是想要燙像若曼這樣一個膨度 自然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就是 這一種最新的韓式燙法技巧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把頭髮先打濕 打濕完之後我們再來上腰水 軟化跟塑形的動作 那今天就會分享整個流程以及技巧給大家 那我們先幫模特兒沖水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幫他沖完水了 等一下我們就用這一種髮根捲 幫他做頂部區的軟化 然後軟化完之後呢 側面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 像這邊就是男生常見 兩側長長很容易膨起來 那大部分啊 只能選擇把它剃掉 那我們今天呢 會用藥水去做一個燙貼 燙服貼的動作 讓他兩邊這種膨起來的位置啊 吹乾之後直接往下 服貼的那種效果 那我們先來操作 先操作頂部 再操作兩側 然後我們今天使用的是聰明捲髮造型露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的 韓國的化妝品燙的一種效果 那我們先幫他上藥水 那準備來燙髮 然後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把頭髮稍微噴上一點濕度 雖然我已經沖過水了 但是頭髮還是必須保持有 7-80%的水潤感 這樣在上藥水的時候啊 它軟化效果才會比較好 那我們在分區的時候啊 每一個區域髮片都是抓一個大拇指的寬度 角度呢往上拉90度 然後90度之後 我們會在這一段 一個指節的位置上藥水 因為我們只要軟化這一段就好了 完成之後我們拿上我們的髮根捲 然後往前 然後用橡皮筋做固定 好這樣一捲就完成了 接下來往前繼續第二捲 第二片一樣 寬度抓在一個大拇指的寬度 然後提拉往上90度做提拉 然後髮片的話 塗抹在我們的髮根處 那記得喔 稍微預留一點點的長度 不要完全貼近頭皮 然後放上去 你要是把藥水全部貼在頭皮上的話 其實會蠻不舒服的 尤其頂部我們要製造膨度 所以我們製造膨度的位置 就是在 卷子的這個範圍裡面 它髮根是 卷子沒辦法燙到的 所以你要預留就是在這個長度 這樣它主要就是增加 這一個磅弧度的一個軟化 好藥水的塗抹技巧呢 必須是均勻的塗抹 塗抹完成之後 我們放上髮根捲的技巧是 你放上去的時候稍微往下壓一下 然後頭髮抓緊往前帶 讓它這裡形成一個基本的張力 然後再扣上橡皮筋去防止頭髮掉出來 然後扣上去之後啊 再稍微拉緊 讓它去做一個軟化固定的動作 然後我們排列 前面這個排列是要不直接排到最前端的喔 我們上排已經都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角度呢 其實是有一點往後130度 然後再往前去製造出這個膨度的 那從前面看的話 它就是像這樣的排列效果 那兩側這邊呢 因為它有頭角嘛 所以我們兩側這邊還要再加強一些在髮根處 那整個都完成之後呢 後面我們會來看它 後頭部的扁塌程度 我們再來去加強它的膨度 所以這技巧主要就是針對 整個頭頂跟後腦勺的修飾 我們上排完成之後呢 我們來示範兩側的技巧 好那我們這裡一樣分一個指節的寬度 往上提拉 那我們要把捲度放在這個位置 韓式法跟它最主要調整的就是這個膨度 所以是這裡 這一段的位置 法尾呢是不動的喔 所以為什麼我們上面會膨 但下面不會亂捲亂翹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技巧 然後梳的時候 用梳子把髮根處往上 髮流一定要筆直的往上梳 然後塗上藥水 然後捲置 橡皮筋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它兩側的方向是往左右兩邊的喔 不是再往前的 因為這邊是要去修飾它這個頭角 所以呢我們兩側的頭髮 都是往左右兩邊去置放的 然後這樣另外一邊用一樣的手把去完成 後面的部分呢我們先找一下 扁它的區域在哪裡 它的枕骨在這一區 所以它要膨的位置啊 你可以用手這樣壓著 就是這兩個 捲度要是做膨的 所以呢我們在加強的時候啊 一樣以中間這裡為基準點 加強這裡兩個捲度 然後來分第一捲 一樣往上90度的位置 然後在髮根的位置上上藥水 然後捲度呢 它的設定的捲數 捲子數量要多少 依照客人的頭型大小去判斷 每一個空間呢 我們基本上抓都是抓一個指節嘛 好後面到這邊 兩捲就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從頂部區到兩側到後面 這樣它的頂部軟化的位置就固定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燙的就是兩側服貼的效果 好那接下來我們兩側要燙服貼呢 一樣把頭髮稍微噴濕 那記得喔 這裡不要整個這樣壓下去 整個壓下去呢 內層其實沒辦法軟化到的 所以我們要做呢 就是把它分層 然後一層一層的 去塗抹藥水 像這樣 這樣它燙起來的服貼效果啊 才會是最好的 然後整個藥水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再用冷燙紙 去做一個壓貼的動作 這樣它的服貼啊 軟化起來的效果啊 是可以讓你吹乾啊 就不會那麼容易膨起來的 然後我們平常如果髮流比較亂的啊 也可以用這個技巧 去做一個毛流矯正的動作 有沒有看到這樣上完藥水 頭髮基本上都是浮貼在我們的兩側 然後我們再拿出我們冷燙紙 順著髮流 由上往下 平壓下來 這樣在做軟化的時候 它就不容易翹起來了 你看喔 如果你沒有貼的話 它頭髮是會浮起來 所以你要這樣貼著 把它壓著做固定 好兩側用這個技巧就可以完成了 那這個技巧呢 後面兩邊都是要做到的 停留15分鐘 15分鐘之後 捲子全部拆掉 沖水 沖乾淨起來 我們就要做塑形的動作 好那我們軟化已經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喔 它上面的髮根啊 已經有一點膨度了 那我們等一下用加熱工去加強 重點於在兩側 你看到它軟化過頭髮 是往下服貼的 它不會再是膨起來 那一種往外的 所以等一下這裡 直接做固定就好了 但是我們記得喔 吹頭髮一定要順著 服貼的往下吹 那我們接下來頂部去 要先做一個 膨度的加強 好那我們接下來 使用的是像這一種 髮根的電棒 這是14吋的 那溫度呢 我們選擇在170度 然後這主要就是做 根部的塑形的動作 那塑形的位置跟我們排列 是一樣的 你怎麼排就怎麼做塑形 那我們先來示範給大家看 髮片的部分 一樣是一個指節的寬度 那這個時候呢 頭髮要把它往後拉 然後製造一個反角度的效果 然後電棒呢 我們直接夾在髮根的位置 那往前帶 然後在這個時候固定住 然後可以用梳子 墊在它髮根的位置 避免燙到頭皮 像這樣的技巧 停留時間 你可以自己莫屬5到8秒 5到8秒完成之後呢 它就是塑形完成了 放開給大家看 它會呈現出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膨度 那等一下我們直接在這裡 做固定就可以了 再示範一片給大家看喔 兩個直接的寬度 提拉起來 往後的反角度 上電棒 然後電棒往前轉一點點 轉到前方 那我們的角度是不動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 可以用梳子 放在下面 做一個 預留的動作 避免燙到頭皮 然後停留時間 莫屬5到8秒 實驗到之後呢 先拿出我們的梳子 電棒再往外抽開 這樣它定型 就完成了 那我們用這技巧 把後面前面還有兩側都完成 好那我們現在上面跟兩側 還有後頭部都已經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像這樣做過它會有一個明顯的膨度 但是它只要上藥水 就不會有這種痕跡了 所以我們先把整個頂部 包含後腦勺區域的膨度都完成 接下來就要完成第三個步驟 來做固定的動作 那我示範怎麼做第三個動作 好那我們現在第二個動作 塑形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的就是第三個步驟 定型的動作 頭髮呢一定要定型 如果你單純只是軟化跟塑形的話 它就很容易改變髮瘤跟髮性 所以它會越來越亂 那我們現在做第三個動作 好那第三個步驟呢 我用的就是像這種高狀的做定型 那在髮根處 我會加上像這種的髮根捲去做一個支撐 如果單純只是上藥水啊 因為藥水它是有重量的 會容易壓下來 那我們現在蓬度完成了 上完藥水 要再放這種髮根夾去做內層的支撐 效果才還是最好的 好那我們藥水就上來我們 軟化的那一節就可以了 塗上去 然後直接放著髮根捲往下帶 就跟第一個動作是一樣的喔 只燒了橡皮筋的這種動作 所以它整個只要這樣就可以去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片 然後它在塗抹的時候 記得頭髮一定要往上拉回來 然後前後都要均勻的塗抹 然後再放上這一個的時候 是反角度上去壓回來 那也要確保它每一卷都有這樣去做完成 那接下來呢 前面兩側後面都用這個技巧去塗抹 那我們先把它完成起來 好接下來我們要完成的就是兩邊的定型 兩邊定型的動作一樣 把中層的頭髮往前梳納 直接一層一層的去做一個上腰的動作 不要偷懶從上面直接下來 一定要像這樣一層一層的起來 因為這樣的定型效果才會是最好的喔 然後定型完成之後 可以用梳紙去調整你要的一個髮瘤的狀態 都完成了之後呢 一樣貼上我們的冷燙紙 去做一個服貼固定的動作 好那我們現在第三個動作的固定 已經都完成了 上面用卷子去做一個支撐 兩側用冷燙紙去做一個服貼 那這樣整個上完之後 我們停留時間10分鐘 完成之後我們就沖水起來 等一下吹乾給大家看整體整理起來的效果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燙完了 那這是洗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頂部區這邊的膨度就會變得非常的立體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 你中間燙膨之後啊 兩邊讓它順了下來 剛好可以修飾這兩個內層的M型的角度 這樣它蓋著就看不見了 在吹頭髮的技巧呢 我們先把頭髮往前先吹半乾 半乾之後呢 再把它往後吹出我們要的造型 這樣這個 這樣這個髮型就可以完成了 好這樣吹乾完的效果啊 大家可以看到喔 它頂部區的膨度就變得比較立體 然後特寫一下給大家看整體的效果 好可以看到 它髮跟燙完的這種膨度的立體度會變得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啊 兩側就是這個韓式的重點 它會變得很服貼 這個只要簡單的用法拉稍微 抓一下膨度就可以做到很好的定型了 那另外一邊呢也是一樣 這樣順的收下來 那保留上面這邊的膨度 像這種韓式燙啊 最主要就是自然 你會發現啊 這種只要簡單的吹乾呢 就可以很好維持這樣的造型 不會像一般我們燙捲 那種捲度的立體度讓你比較難整理 這種髮型其實對男生來講 就算你很少在抓頭髮 你只要吹乾製造出頂部的膨度 你就會變得非常的好整理 好那我們今天來做一個燙法的總整理 我們燙法分三個流程 從軟化 第二個塑形 第三個定型 那第一個軟化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提拉的角度 一定是像這樣的反角度去做 不要是90度或者往前 這樣燙起來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反角是最重要的 反角度呢在第二步驟跟第三步驟 一樣都是用這個技巧去處理 那第二個步驟塑形的時候呢 我們加熱的溫度基本上在180度以下 那你在加熱的同時一定要用尖尾酥 隔熱酥去做一個隔離 避免燙到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在做定型的 定型兩側跟一劑一樣 一層一層去做 然後頭髮一定要均勻的塗抹 這樣才可以達到最好的定型效果 一般像這款燙法在Salon裡面 我們平均是一個半小時就可以操作完成 那它維持度呢 基本上是兩到三個月的維持度 以上就是這款髮型的燙法重點 今天分享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對今天的內容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這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會一一回覆給大家 如果沒辦法回覆的 我在拍影片跟你分享 喜歡這部影片記得按一個喜歡 這邊附上IGFB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私訊或跟我預約 那麼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下部影片見 拜拜 再寫一下 我們可以用 ora一趟我回答 跟平均打 бал拉